家屬陪同下受伤患者 緊急辦理轉院 一場活進 衛福部台北醫院緊急停診 但是早上門診站誰 門診站 對 我知道 我不知道 我四五點了 所以全部都停診 是 是 上午停診 下午還不知道 就人很多 幾百人 事實上我們的設備都還可以用 目前我們開刀房可以運作 交換病房可以運作 呼吸照病房也可以運作 那門診事實上電腦系統都是好的 那我們停診原因是因為環境太亂了 底下都是水 灑水灌救後院內滿滿積水 護理專員和志工趕忙恢復場地 整個五六七樓 那幾乎都是滿地都是水 那現在就是我們趕快 把這樣子的一個病房區 趕快去清灑好 那讓所有的病人 能夠依序地回到病房區 那才能夠恢復整個醫院的 這樣子的一個秩序 除了我們在現場提供家屬的關懷 還有協助醫院準備的物資關懷 來幫他們分別送給這個家屬 還有病患 適逢週末後上班日 事發後上百位子妻之工立即投注 在醫院內外設置服務站 提供茶水點心 並一一發送餐點 盡可能提供最大協助 大一新聞消息結局 郭勳 台北報導 我們很棒的 我們有在過程中 我們有在過程中 坐在中